据了解,卫生防护中心 附下科学委员会两星期后会开会 商讨是否有需要为市民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 患癌或肾脏疾病人士有较大需要 对于有研究说,伏必钓疫苗在接种第二剂之后再打多一剂 才可以维持最高保护力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 患癌又或者肾病人士有较大需要 另外,港大团队两个月之前展开研究 针对二百多个十一至十六岁的青少年 接种科兴又或者伏必钓疫苗 有份参与研究的刘宇龙认为 大部分人反映轻微 对于本港单日接种疫苗的数字再创新高 他感到鼓舞,认为只要接种率超7至8成迈进 而产生免疫瓶胀 任何变种病毒都不能在香港落地生筋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报道